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外交规划了顶层设计 明确了使命任务 做出了战略部署 当前国内新冠疫情形势好转 中外交往有序恢复 中国外交已经按下了加速键 吹响了集结号 我们将以元首外交为引领 特别是要全力办好 首次中国中亚五国元首峰会 和第三届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两场主场外交 不断地展现中国外交的独特风范 我们将以维护核心利益为使命 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坚决反对冷战思维 阵营对抗和遏制打压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力 我们将以伙伴关系为依托 促进大国关系协调和良性互动 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广 新朋友越来越多 老朋友越来越铁 我们将以开放发展为目标 服务国内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反对脱钩锻炼 反对断变制裁 维护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 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我们将以多边主义为路径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贡献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我们将以外交卫民为理念 始终将海外中国同胞的冷暖安危 放在心头 将外交卫民的责任 担在肩上 加强对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保护和服务 使中外交往更安全便捷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 动荡与变革交织 团结与分裂碰撞 机遇以挑战并存 新政策上的中国外交 是充满光荣梦想的远征 是穿越 惊涛 骇浪的远航 围棋 艰巨 更显荣光 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 迎难而上 勇于担当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篇章 本来自贵派 优优独播剧场合 也许 停 停 说 软